是的 那只站在蝉蝉是忠心呼唤爱的小企鹅回归了 两点十分的制作回忆也一起涌上了心头 想当初刚接到项目时 制作组里有人欢喜 大家都很喜欢 挺喜欢这项目的 有人愁 太通了 总而言之 两年六部作品 两点十分动漫 英雄联盟云顶之意 动画制作幕后 它来了 一个游戏好不好玩 看机智 看特效 看能不能持续带来新鲜感 但你知道 拳头游戏向来是路走极端 云顶之意 每个赛季都是独立的世界观 S6联动双城之战 S7巨龙之镜 S8怪兽来袭 当你是玩家 确实好欢喜好用心 当你要给他做动画 世界 每支片子都在讲一个全新的设定 意味着美术老师每次都要从头适应起 美式Q版了 喜欢闲境了 中式新春了 太空机甲了 太通了 应该是我做的第一个客户版吧 场景也不擅长 然后角色更不擅长 就总是会画成写实版的 或者是怎样 我当时有点害怕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画机器人 好怕翻车 因为好像对机器人的认识 也是只有高达 请天助之类的 巨龙的那一个 当时有一只企鹅 都是从高次往下坠落 要有一个那种和那个树互相穿插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光源变化的感觉 我当时也是尝试了很多国王去打 就是一直没有去出来那个效果 模型老师也拔拉出了自己的资产构 你看真的没有神奇动植物 搬运不了 样样都得从白魔建起 云顶之一赛季的一次次更新迭代 也在给我们带来一次次不小的挑战 但总有些东西比技术更加珍贵 那就是用真心 合作当中我们看到了拳头游戏 对作品和玩家体验的追求 以及对创作者的鼓励 所以我们也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 来迎接更强的挑战 然后就是慢慢的那个积累 画风转变 差不多就是两三个项目 才开始慢慢好转 新加了一个环节叫色版环节 更快地跟客户确认工作内容 刻苦用功 看各种各样的氛围图 然后总结经验 为了长色那部分的话 当时是画了一个压索 还在压索边上画两个蘑菇 踩蘑菇的小压索 太抢戏了 然后最后来把那个蘑菇 缩小了一点 换了个颜色其实就好了 后来是冰格 然后通过去用一些折光片 去模拟一些那种效果 后来就实现了 做了一盘鱼 其实还挺色香味俱全的吧 就是做出来还挺好看 但是它在镜头里面 没什么镜头 一缓就过去了 那个过程我感觉还挺好玩的 下一步一定是最满意的 这个故事是最满意的 是最满意的 最满意的 我看你已经没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